上世纪90年代初,一部好莱坞电影曾经轰动一时 但这部电影并不像往常的好莱坞电影 充满着血腥与打斗的场面 而是令人重新审视起身边最普通的爱 这部电影呢就是经典佳作《人鬼情未了》 《人鬼情未了》的现实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影迷 许多以人鬼爱情为主题的影视作品也应运而生 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个故事就是来自1992年的《人鬼情》 这天呢阿生像往常一样去上班 办公桌上放着一盘磁带 他好奇地将磁带放到播放器里 竟是一个女人留给他的告白录音 女人自称是他的仰慕者 如果阿生愿意见他就去楼下的电话亭找他 正巧阿生在和女友闹别扭 突然被告白不免令他心援一马 他想也没想就走下了楼 正巧遇到几个交好的同事 阿生赶着去约会并不想搭理几人 一个同事打趣地学着录音中的女人说话 阿生这才得知自己是被几个同事戏弄了 不过玩笑归玩笑 阿生并没有生气 还请几人一起去吃大餐 在餐厅他们遇见了阿生的女友 女友说决定和阿生分手 虽然阿生极力道歉 但女友还是离开了 情路坎坷的阿生整日唉声叹气 同事为帮他解压 带他去了一家卡拉OK唱歌 结束后几人约着去下一个派对继续嗨 在一个岔路口突然冒出一个披着杀精的美丽女子 女子因惊吓将手中的怀表掉落在阿生的车前 阿生见那女子 我见油脸的模样忍不住心中一动 下车为那女子将东西捡起 并询问对方是否受伤 那女子却奇怪的一声不吭 结果东西便离开了 此时其他同事早已没了踪影 阿生只好开着车 随便挑了一条路前行 开着开着车胎突然爆了 无奈只好下车修理 突然阿生听到钢琴的声音 她瞬间被吸引 顺着声音来到了一栋宅子前 发现弹琴的正是刚刚那名带杀精的女子 阿生十分惊喜 但孤男寡女未免不大方便 说吧她准备离去 此时突然打起了雷 女子说这附近既没有公车 也叫不到出租 于是留她在此稍作休息 等大雨停下 再离去也不迟 阿生只好坐下等待 席间得知 这女子姓白还在墙上发现白小姐和一个男人的照片 动作轻逆 神似恋人 白小姐一眼就看出阿生是干什么的 阿生不免心中生疑 以为又是几个同事联合吸耍自己 正想着她路过了一个房间 看到了令人神亡的一幕 不过她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醉倒在了地上 第二天阿生从梦中醒来 发现自己居然躺在一块墓地里 这让她更加肯定了 是同事在恶搞自己 去到公司同事着急地问她昨晚去哪了 阿生只觉得几人在演戏 并不理会他们 到了晚上几人决定继续昨晚的排队 看到昨晚那个岔路口 她再次迷路了 她随便选了一条路 冥冥之中 私有安排 她再次来到白小姐的宅子前 第二次见面 两人不像上次那样拘谨 阿生问白小姐墙上那个男人是谁 白小姐说这是她的未婚夫 她和阿生的爱好和性格都十分相似 这让白小姐觉得像是未婚夫回到了自己身边 阿生问白小姐的未婚夫去哪里了 白小姐难过地说她死了 见此情景阿生不敢再问什么 就这样 她在白小姐家又住了一夜 到了凌晨五点的时候 白小姐突然慌张地将她叫醒 并将她赶出了自己的住宅 回家半路的阿生突然想起自己的东西不见了 于是开车返回白小姐家寻找 却只看见一片墓地 正当她以为自己走错路的时候 抬头一看 正是白小姐的坟墓 吓得她一屁股坐在地上 反应过来后 她赶紧逃离了墓地 回家的阿生却无法自拔 时时刻刻想起白小姐的脸庞 几日过后 她始终无法忘记白小姐 整日拿着白小姐的肖像吃相 毫无疑问 她已经爱上了白小姐 思来想去 她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于是去祭奠了白小姐 到了晚上 墓碑果然变成了住宅 白小姐从里面走了出来 阿生跟随她走进屋内 说要一直和白小姐在一起 白小姐呢 却十分顾虑 原来白小姐的未婚夫 曾和阿生说过一样的话 但她却因为飞机失事 永远地离开了她 白小姐最后也自杀殉情 她害怕阿生也会失言 但阿生信誓旦旦地保证 白小姐相信了她 俩人也跨越了人鬼障碍 正式交往起来 公司同事看阿生满面春风 以为她和女友复合了 一位女友才得知 阿生不仅没和她复合 就连家中的电话也没人接听 同事开始察觉阿生不对劲 于是在下班后 跟踪她来到墓地 看到阿生竟漂浮在墓地上空 几人赶紧冲过去要救她 白小姐醒出醒来要带走阿生 却被阿生女友带的十字架所伤 几人趁机带着阿生逃跑 白小姐一路追到山下 同事被吓得撞到了路牌上 阿生趁机逃下了车 但此时天已快亮 白小姐已经没有力气 她将自己的怀表送给阿生 说会永远等着她 最后缓缓消失不见 之后阿生被当成精神病关进了医院 整日郁郁寡欢思念成疾 她在心中呼唤白小姐带自己离开 可能是真爱的力量 白小姐真的听到了她的呼唤 来到病房将她带走 而俩人最后被葬在了一起 这个故事来自港剧《极度空灵》 讲述了一段跨越生死的爱恋 爱是一种奇妙的东西 看不见摸不着 却让世间无数男女为之痴迷 或许有人觉得爱一个人 应该希望她好好活着 而不是像白小姐一样 为爱殉情 最后还要带走所爱的人 但本片与人鬼情未聊不同的是 它更强调爱的跨越生死性 也是爱让我们变得无所畏惧 从这部电影里 我们也看到了香港电影 深受外国文化的影响 比如同事们去救阿生的时候 一开始他们用了很多本土的办法 什么八卦镜狗血 红裤衩都食上了 最后却抵不过一个十字架 或许在制作电影方面 国内电影人更需要思考 如何将本土文化传播出去 而不仅仅是讲述一个故事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